大家有没有想过 原来我们的头发的设计 都可以用来做Sentango的pattern 现在和你们介绍的发计 是由Rick Roberts和Maria Thomas 透过观察发计 而设计成incut的图案 而这个incut的图案 你会发觉在网上 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变体 那我就今天向大家介绍 这部也不是复杂的 用一些弧形的线 先把我们撕下 之后我们再用弧形的线 把它切开 好像类似正方形 大家已经切开了 在这里 这个图案不难画 为了方便 我就用两支色 做个示范 大家可以在这个架上 用一些直线 画一些直线 做了一支 做了一支饭之后 做了一支饭之后 可以选择 另外你可以选择 选择 又可以做同样的 有些直线 画下来 其实这个图案的变化 可以发计 这图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现在画给你看 只是其中一个 可以的 画法 来一下 很快就完成了 第一层的示范 即是一个图案 如何呢? 我们想有它的 特别一点 我用另外一支笔 我们就不用直线 我们可以用这些 这些弧形的线 即是在另外的架上 我用了两种 一种直线 一种向上回形的客人 但如果大家在网上 用这个 烟咳 就可以有很多种变体 不只是 这种方法 中文叫花鸡 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有这个名字 或者可能它是 透过一些 观察 做到 另外 就是 当然 我们可以 上花 陰影 透过这些陰影 也可以令到 这个图 更加 突出 即是更加 可以 清楚 突出 特别一点 将它再做好一点 除了这个 这是其中一种 的 而另一种 的 我又在这里 解释一下 给大家听 同样 我先画了一些 图 用一些线 和弧形的线 然后第二步 我们将它 分开 正方热格 然后 在这些 就是这些 位置 当中 我们就可以 画上一些 正方圆的点点 大家都看到的 然后 就是 上了色先的 大概 点点 最好 画到 约莫差不多 尺寸就可以 现在我 有些大一点 有些小一点 其实就是想 做一个 表现 让大家看得清楚 然后 另外一部分 我画了点点 大家看得到 我上了色 那我就可以画一双 好像一花型 那样 这个也很简单 例如 我先选了 在这个图里头 我拖开了 正方形 我在中间 就选了 四个格 也很简单 利用一支 针笔 大家可以在这两点 中间 画一条线 是不是 看得到 然后 你画到中间 这点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两点 继续画这些线 用纸笔 而下一个 也是 你先画了 这两条线 然后在它附近 就完成了 其他 然后 你看到我有这个图 好像一朵花 那样 我将 那张纸 是调过来 这边 又同样 就是用这个method 去完成这两点 如果画出来 完成后 就像一朵 一朵花 一朵植物 那样 然后呢 再下一步 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完成整个图 那样 这个也是 发继一个 另外一种 的变体 可以做到的 那然后 最后 你看到我这一幅 很大很大的 也是发继的 一种 那我都利用了它这个 技术 去 去画 去配合 那而我亦都 加上了我自己的 其他的变化 就是你看到我 蓝色一点点 就是我自己的 构图 自己的设计 那如果大家在 Google上网 你可以打这个 发计 是 YINCUT 发觉有很多 不同的画法 pattern 可以在上面 作为一个参考 好了 那今天介绍 就到这里了 谢谢